0918强震造成浊溪湘不小的灾情 除了園民会针对部落住家水塔设备提供2万元补助 乡公所也在代表会支持下编列预算 发放2000元震灾金给受灾户减轻他们的损失 乡公所人员比对身份资料 依照民众的地震灾损发放震灾物资以及救难金 你不想去呢 你们要算哦 0918强震造成浊溪湘不少灾情 尤其部落住宅水塔设备纷纷被震落毁损 再者当时也因为白铁原物料缺乏 不仅大缺货价格也上涨 圆明会以及立委相当重视 立即提供补助费用减轻受灾户的负担 地震都把它整个都坏掉了 所以他们也估价大概2万块应该是足足有余 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会非常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乡公所也有感于疫情 以及地震双重打击下让受在护家庭经济陷入困顿 在代表会的支持下也编略预算 发放2000元的救难领经 占度难关 这些有灾情的在我们公所有登记的 我们公所也先补助2000块的这样的一个津贴 来暂时来帮助他们 那我们现在转到县政府 县政府还没有合订 县政府的是另外 那现在是我们乡公所稍微先应景 每一个有灾情的就有2000块的一个补助 乡长刘碧贤也特别感谢各企业社团 发挥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的精神 协助受灾付 以及地方重建 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是玉兰 卓西陈芒报道